東山咖啡濃醇香 碰甘又大又甜 台南出產的美食小吃總是讓人垂涎欲滴 台南市長黃偉哲親自率領業者來到台北車站 向民眾介紹在地美味 因為我們前的條件雖然海拔不太高 但是我們哪有得天度好的條件 就是說有五個水口都是我們的旁邊 所以它可以調節水汽 對咖啡的行動有幫助 所以我們咖啡如果做起來 那是中培為醇厚度高 尾韻回甘 我們做淺培果香 甜感 然後做很融合 都有很好的融合性 所以得到很多客人的肯定 那今年呢 我們更擴大舉辦 除了這個演藝界的好朋友之外 我們還邀請了國家交響樂團 讓許多有一些喜歡交響樂的 喜歡另外另外的這個演出的朋友們都能夠參加 而更何況我們也邀請了這個親子劇團 能夠讓許多爸爸媽媽帶著他的小朋友一起來 那活動的地點也遍布全台南 而不只是局限或集中在某一個特定的地方 因此呢我想今年的台南耶誕這個跨年是非常非常熱鬧的 也歡迎各位好朋友來台南吃吃喝喝逛逛買買走走 那最重要是對對 什麼都要對對 就去買了這個東西 這個註記了發票以後就能參加對獎 歡迎大家一起來 除了文明的美食 黃偉哲也公布接下來將舉辦的親子活動 大型演唱會 古典音樂會等七場精彩表演 期盼吸引耶誕及跨年人潮到台南遊玩 歌手艷藝閣 樓俊碩 文慧如也都將參與演出 跨年夜則以金曲為主題 邀請金曲歌王歌后與民眾倒數新年 行銷在地 暢游台南 記者問君 台北報導